那么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场金门马会杯国产两岁纯续马系列常规赛A组1000米的比赛的亮相环节 本场比赛的正点的开赛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 那么本场比赛呢共有10匹马参赛 有5匹母马和5匹公马 分别为1号马如歌又育 2号马大富贵 3号马鸭大钱 4号马燕春追云 5号马英雄战歌 6号马紫霞仙子 7号马长红 8号马画家 9号马实现梦想 以及10号马战国策 我们现在呢是看到了马匹的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亮相区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第一场的金门马会国产杯的两岁纯续马系列常规赛的亮相环节 首先我们画面中间看到的是1号马如歌又育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金贵 炼马师张明亮 马主是赵文生 富棒54公斤 位于10号斩 2号马大富贵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麦尔耿 炼马师四日古愣 马主御龙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2号斩 3号马 压大钱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张强 炼马师 李荣昌 马主 马鹤 富棒54公斤 位于5号斩 好 4号马 验春追云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 王武美 炼马师 罗仙科 马主是赵春 富棒54公斤 位于1号斩 5号马 英雄战歌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公马 骑师 双鹰 炼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是御龙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4号斩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6号马 紫霞仙子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赵新刚 炼马师 何祥寿 马主 御龙马业 富棒52公斤 位于8号斩 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7号马 长虹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刘领刚 炼马师 王玉杰 马主是 伊泰大漠马业 富棒52公斤 位于9号斩 8号马 画家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何显飞 炼马师 牛恩广 马主是 华语马业 富棒52公斤 位于6号斩 9号马 实现梦想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马连凯 炼马师 刘尔端 马主是 河北一名马业 富棒52公斤 位于7号斩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10号马 战国策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初一 炼马师 刘尔端 马主 逢长会 富棒是52公斤 位于3号斩 好 咱们打开 比赛开始 目前没有看到 有马匹慢炸 现在排在本场比赛 第一位的就是 4号马 燕吹 追云 然后就是10号马 战国策 在旁边的是 蓝色彩帽的 英雄战哥 然后位于外篮 抄了一匹马过来 就是1号马 如歌又云 在后面可以看到 是有画家 还有长虹 位于外篮的 可以看到 有白色彩帽的 紫霞仙子 以及9号马 实现梦想 现在目前排在 本场比赛 第一位的 依旧11号马 如歌又云 现在已经追了上来 排在本场比赛 最前面的位置 现在马匹 已经过了 第一个弯道 最向最向后的 一个弯道 进行冲刺 现在两匹马 已经掉到了 大外篮 所有的骑士 都在找到 合适的位置 现在看到的是 5号马和1号马 两匹马应该是 率先出弯 最后的400米的 直线冲刺 粉色彩帽的是 白色彩帽的是 3号马 压大钱 已经追了上来 并且还有蓝色彩帽 的5号马 英雄战哥 这两匹马 一路在斗 看看有没有机会 找准时机 现在是两匹马的 动销距离差的不是很大 还有最后的100米的 直线冲刺 3号马 压大钱 还是5号马 英雄战哥 3号马 新冠达到的孩子 压到钱 瞬间冲过了 好 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 这场金门马会杯 国产两岁纯血马 系列赛常规赛 A组10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压大钱 骑师张强 练马是刘荣昌 马主马赫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4秒12 第二名 英雄战哥 骑师双鹰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玉龙马夜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4秒44 第三名 长虹 骑师刘领刚 练马师王宇杰 马主伊太大漠马夜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4秒90 让我们恭喜获得 前三名的骑师 练马师 马匹和马主 再次